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两天以后台北的观众们就会看到一部期待已久非常重要的电影 也就是我们今天电影哄啪单元要讨论的刺客聂影娘 导演侯孝贤在我们的现场 侯导 最近我跟你在北京参与了关于聂影娘的活动 我才知道你阅读了大量的 而且那个量好像是超过我的想象的 大量的唐传奇 唐代的一些史料和其他的典籍 这个唐朝之所以细腻 恐怕也跟聂影娘本身的故事有关系 你可以从人物 也就是角色 从背景 以及从主要情节来谈谈 怎么去发想这个故事 没有 其实原来的唐传奇里面这篇 其实非常短 非常短的而且有些是不适合的 所谓不适合的就是像后面到陈许去那一段 陈许节度那一段 过黄河嘛 对啊 但是我喜欢这个他的开头 跟这个角色的培养 开头就是个盗姑来家里嘛 不知道为何见到这个小孩 那时候才 没有来历的 就看上了这孩子 对 看上了这孩子 聂影娘这个孩子 然后就跟他爸妈讲要带他走 而且不能不带 不能不让他带 不是 带他走 他这个聂丰他老爸是个鸭牙 鸭牙就是军将的一部分 这个名称 他不是在前锋作战的 然后就是 怎么可能答应他 是疯了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对吧 他说你贵中藏我都要盗走 藏在贵里 藏在鞋柜子里 对 我都要盗走 他根本不希望不理他 结果隔天就不见了 聂影娘就被带走了 主要是这个 然后后来就回来了 也是莫名其妙就回来了 回来了就是说已经交成了 进来送回 然后他爸妈就问他 那到底是学了些什么 他就讲 这是因为小说这样比较好说明 是 他就开始讲 刚去有很多女孩 有同门的师姐妹 对 住在山里面 山洞里面 有的是会飞会干嘛 然后最开始是裂什么 裂什么 后来裂什么 裂音都能够裂了 师父就给他一个短刃 就是一个 山寸的 对 这就飞起来什么样 可以刺杀飞禽 什么之类的 狮子什么这些东西 全部都杀过了 意思是这样了 用活物来练的 然后后来学成了 就下山 第一个任务就是 四集里面刺杀一个大辽 是 我要在这里先打断一下 在这些个吸引你的情节 或者让你记忆非常深刻的 这些画面 并没有 大部分并没有进入到电影 让你去吸引观众 这里很多观众 或者是看过片子的人 都想问你 为什么会选择了不一样的 这个故事的重心 没有 它其实最难的就是什么 它在里面形容的 基本上是会飞的人 是不受地心引力影响的 那个世界其实 唐传奇嘛 唐传奇很吸引人 它可以飞 可以干嘛 你知道 我感觉那 在那个电影里面不可能 你除非是拍超人 是吧 它有个来源的嘛 是 那 这些就要减弱 还要回复到地心引力为止 你的地心引力 其实是一个比喻 也就是说 它必须要跟你的写实风格 跟要求 要合乎的 基本上是这样 你不能太过头 是 你过头人家不相信 在技术上 好像我记得 在台北的几次试骗之后 你也提到了一个观点吧 或者说你的习惯 那就是 荧幕的大小 尺寸的比例 好像也在你 面对这个 不管是写实需求 或者是电影的影像的 画面的 这个品质上 你也有一定的门槛和讲究 这又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因为我们以前最早的时候 电影是 因为它是规定的规格 就是 还是那种放映影片的时代 不是数位化的时代 是的 胶卷的时代 胶卷的时代 那时候放映的规格 其实就是戏院大都是 就是 Cinemascope 就是 心意综合体 然后的比例 画面的比例是 1比2.35 很长的 那我们新电影时代 那时候呢 新电影就杨乐昌啊 我们一起的时候 那个年代开始 因为你加那个 因为宽荧幕 心意综合体 拍摄是要加一个镜头 压缩镜头 是 拍的时候画面是这样 压起来的 然后放的时候 它就方一点了 对不是 拍的时候压缩了 拍的时候压缩了 然后你放的时候 它又解开了 是 因为它的 因为它的那个底片是这样嘛 所以它必须把它压缩 因为底片是 不可能那么宽的嘛 那么宽你上下就浪费了 还是压缩 所以有加一个叫 我们叫 就是加的一个镜头 那个压缩镜头 其实非常吃光的 意思说你 像我们这样的环境 是拍不到的 要打很大量的光 要打比较亮 整个比例要照这个灯 比例要拉大 就是比我们现在录音室里面 还要 一般常态的灯 都还差很多 很难 蜡烛光更不用讲了 是 所以你要拍个蜡烛光 要打得很亮 最后那个蜡烛的光 就不太明显 是 你知道 那到那个新电影时代 那时候正好就是 二战之后的 他们开始 欧洲开始的 就是用1比1.85 你知道 是 就把这个镜头 压缩镜头拿掉了 拿掉了之后 你的光 就不需要那么多了 然后再加上 灯 灯的改良 灯是叫HMI 这种灯 这种灯是什么呢 就是跟日光的摄温 是一样的灯 所以你要 你要补拍 你比如内部要拍 那外面只要是就是庭院什么的 你进来的阳光 你感觉现实不够的时候 你用那个HMI打 就跟阳光一样 意思是这样 是 那以前的灯没有这种 你要制造这种日光的话 你要用灯光的光 就是晚上的那种 乌丝灯的那种 是 你要加Filt 蓝色的V2V5 这种Filt 加了以后的光就减弱 根本不够用 所以有这个改变 这是一个 第二个 就是 当时去掉之后 说这个压缩镜头去掉以后 变成是1比1.85 你本身拍摄 已经就是 几乎是 你眼睛能看到的 大概都可以拍到 你知道 这个改变很大 这是往写实趋进来 对啦 但是它的灯 就不要打得那么强 或者是那么造作了 对 你这样子一有这个 然后 欧洲开始的嘛 所以法国新浪潮啊 什么那时候二战结束之后 就已经开始了 新 意大利新写实啊 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们其实很向往这个 你知道 那那时候开始有人 进了这个新的灯具 连那个 也就是在新电影这一个 你们这个世代 我们这个世代 所以工具上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改革 那当然 因为它的那个改革嘛 还有就是什么 就是镜头的光圈啊 还有压缩镜头不需要了 镜头的光圈 它的镜头的光圈 镜头的改良也很重要 有些我记得 我拍背琴的时候 那个光圈可以到 1.0还是0.9 所以跟我们相机的 对对对 一样一样 它最大的光圈 可以到一种程度了 你再加上说有这种 灯有这种 是 镜头 而且压缩镜头又没了 所以几乎就是 刚刚讲的 你眼睛可以看到 大概可以拍到 那就解除了很多这种压力 是 我既然讲的光 我听过一个传奇 好像是舒淇在吃爆米花 李平斌 好像就拍你的片子 李平斌跟他讲说 你喜欢吃爆米花吗 舒淇说还好 他说你不要把它吃完了 那个是我的光 他是用这个饭 那是第一个片子 千禧漫步 千禧漫步在一个酒店晚上 那晚上呢 因为我们是在那时候 舒淇修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店 在安和路那边吧 然后我们在那边拍 之前都布置好了 布置好了呢 它的光是什么呢 因为都暗暗的嘛 那不可能太亮 那上面的小的光 它就 它把那个 我们的那个位 就是通常的手指 就这种 我们习惯用的卫生纸 就放在桌面 尤其它拍是拍不到的 拍到拍不到都没关系 因为你可以折 只要一点光 折射 对 折射过来 这样就够了 你想想看那个光 你懂我意思吗 是 就让我想到 聂影娘这部片子 它是一个遥远的 一千年前的古代 掌握那个时代 我们想象中 灯具也不会太发达 所以要用各种方式 取得光源 怎么样去解决 或者怎么样去控制 这个光源的 可以说就是它的量 基本上它们就是蜡烛 你懂什么蜡烛 那除了蜡烛 白天就是阳光 那蜡烛的光 你要看过欧洲他们拍 或费里尼他们拍 有时候是这样 一组 粗的 常常短短这样 你知道 那个在烧 你有那个就 其实它是一个光源 那你有光源 你打了光 只要跟这个光源相 就是 是顺的 方向是顺的 你打出来的光 没有人会怀疑 是 我记得在电影娘里面 有一段几个跳舞的人 走进来 远处 侧面有那个停辽 也就是勾火 对 那个事实上就等于是煮光 但是它又是环境里的一部分 是是是 那个勾火是很好用的 那基本上有时候 他们有活动干嘛 都要 是 那有时候我还放了 那个蜡烛光嘛 蜡烛光 是 那蜡烛光我们在拍内景的时候 就会可以 你可以感觉这个光 你要多少 因为蜡烛那时候 反正已经是蜡烛了 是 那他们在那里面 当然使用不像民间那么节省 对不对 还有一点 关于运动 就是在 你有一些镜头 恐怕在念影娘里面 也会让人觉得 是很漂亮的 长途的运动 不论你摄影机 是用steady camera 还是用轨道 我看像张震 跟阮晶天 两个人 这个经过一个长廊 那是蛮长的一段运动 那我怎么维持 除了天光之外 你还是要补一些吗 要 还是要补 对 那怎么样去维持 他的那个 那个光的恒定性 光的恒定性 你问李彬彬就知道 没有 那个通常 对我们来讲不难 用各种方法解决 有时候用树干挡 有时候人家户外 或者是他有 有狼道 然后旁边有什么 你怎么挡都行 是 怎么去调节都行 但他基本上会有宫灯 上面基本上会有宫灯 是 那有时候有晚宴的时候 他基本上就会有 竹灯也在底下 因为晚宴 他那又不像我们那个 灯泡一开那么亮 是 那他们有时候 从晚宴的大殿 要回到他们的寝居的时候 基本上都会经过这些 我以为你会提供 另外一个讯息 那就是 你的很多内景 看起来是内景 结果是搭在户外的 这个可以介绍一下吗 整个的设计 搭在户外是 主要是什么 第一 你那个没那么闷 你搭在室内很闷 工作久了 其实很累 烦了 然后呢 你可以拍白天的戏的时候 可以自然光 是 你就用自然的光 你再去补 补一些 就比如他暗的部分 或者是人脸的部分 本人的部分 这样 这样就很容易 你家不然的话 你那个补很耗 很耗时间 你家是整个 是摄影棚里面拍的话 打那个光是非常耗时间 而且不自然 是 然后又闷 又热 那很惨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 一定要在户外 而且风呢 你看那个风 就自然的 不然你 你家说好 拍一个日间的戏 你在摄影棚里面拍 第一光要打得很亮 是 然后 它不可能是完全静止的 因为你门或窗 窗扇进来的风 它有时候是 有时候是比较 强的一阵 有时候是很微弱的 那只有在户外有 所以也取其自然 就是 对 有时候那个沙障 你再拍拍拍 它就自己这样 就动起来 就这样 慢慢慢慢 就鼓起来了 鼓起来 有时候风稍微大一点 就啪啦啪啦啪啦 就下去了 那有时候 很怪 你在拍的时候 配合他们在讲话的内容 跟剧情 如果有神助 对不对 好像就是 他说这些话 就引动了整个气流一样 磁场都引动 据说你拍海上花 或者之前好多其他的戏 包括我的经验 悲心城市 你都不大试戏的 念影娘也是这样吗 我不试戏 因为试戏是这样子 试戏基本上呢 就是像好莱坞的系统啊 或者是国外 他们那种 第一他们的演员 非常厉害 要求准确 对 第二个大家是 要把那个 绝对的试到 就是导演认为的 或者剧本当初 写出来的 那个氛围 是 你懂我意思吗 那我们其实 剧本也好 或者导演的想象也好 我感觉你要这样子 大家都是那么专 那么 专业的到这个程度 包括演员 那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你 一开始就 先不求他 精准到什么程度 我的精准是什么呢 现场抓 现场 现场呢 第一 我是在户外嘛 对不对 光都很自然都好了 以后 不试戏 让他们自己进 其实这有个压力 你拍不好再来嘛 那就是试戏嘛 你懂我意思吗 有时候会试戏 会变成一个状态 就是试试试几次以后 感觉 大家感觉都可以了 就是那样而已 它不会有突然的 你知道吗 是 就是所谓突然的 就是在某种状态之下 它突然有一种变化 你知道吗 不是那么矮板的 不然这种矮板的话 有些演员就是 这里不是应该 你应该跨前一步了吗 我去好退嘛 什么之类的 有没有 就是会很矮板 当然如果不是戏 而每一次感觉上 都是从头来 它反而互相之间的 新的默契 或者是意外的默契会出现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它要专注 它会更 它就只有这个机会了 对 它就要专注 不然你不专注 根本就没 你说 你说 你怎样 它怎么反应 是 不一定的 包括 包括念影娘里面 有许多大段大段的 文言对白的背诵 也是演员自己 必须先 完全把功课做好 对啊 对啊 念影娘几乎没话 都是她妈 她妈跟她爸 我看那些演员还真厉害 那些话讲起来就像 就是流水一样 是吧 访问的是导演侯孝贤 今天进行的单元电影《红趴》 两天以后 8月28号 刺客念影娘 礼拜五 全台上映 好像有四 多少个听 八十几个听是吧 八十 反正只有两个听 还是三个听没有 八十四 八十四个听 全台八十九个 有五个听没有上 对 稍后变个 马上回来 台北FM98.1 News98 98新闻台 8月26号 星期三 两天以后 刺客念影娘 全台上映 礼拜五 不要忘了去看 今天访问的是导演侯孝贤 今天为我们带来的 下一个话题是 电影的音乐 林强在坎城 已经得到了音乐大奖 这部片子的音乐设计 是从哪一些 比如你觉得 特别必要的元素 包括是不是 胡乐 或者是 汉乐 或者是 宫廷雅乐 或者是 俗乐 好像我们今天 距离我们那么远的时代 怎么让他能够掌握出一个 大家看电影的时候 一个非常强烈的 唐代氛围 其实是 最早我跟他讲一个 整个片子的痛调 就是轻软五尽 就是那个故事 电影里的那个故事 就是轻软五尽 其实是整个电影的一个主轴 然后轻软五尽的估计 这种 因为这个故事 你知道吧 所以我们应该 我来把它稍微简单的讲一讲 几十秒钟说一说 纪兵国的国王逮到了 或者是被人献来了一只青鸾 也就是青色的凤凰 我们估计这么说 只有一只 都说他要有成双成对 就会就很美好 跳舞啊 唱歌啊 欢笑啊 那么可是他就一只 就是他的妃子 就跟国王献祭 说最好你给他那个镜子 他就他看到有伴了 他就他就高兴了 可是看起来这故事 到后来是一个大悲 这个青鸾 看到了镜子里的自己 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 因为故事没有告诉我们 他是不是真的理解到 这是一个孤独的影子 或者他受了欺骗 但是无论如何 他面对了镜子里的自己 这个熬响中夜 到最后跳的舞死了 对 就是一个孤寂基本上 就是面对自己的一个孤寂 是 也就是说你拿这个故事 告诉林强电影 整个音乐 整个组轴的一个氛围 基本上是这个 所以他在做音乐的时候 日后包括成品 也没有告诉你 比如说 用什么样的乐器 用什么样的这个 其实因为唐嘛 那时候又是魏伯 对不对 魏伯其实是 像那个安史之乱的 你说田济安的祖父 田成寺 他是胡话的汉人 是 那胡话的意思 其实唐朝你说那种 什么胡玄武啊 什么这些 其实很多的 所以那时候 我感觉一定有很多 胡的音乐 就是比较不像后来 譬如像宋啊 什么这些 也就是说 没有那么多雅乐 或者是艳乐的那种 因素 可能更多的 就是当时的异图音乐 比较原始 比较烈 像我们原住民 这样比较烈 比较那个 有那个动感 是 所以那时候才会 往这个方向走 那胡乐是 你这些乐器 这些东西是后来 整个片子完成之后 那中间当然有拍一段 他们跳弧弦舞 弧弦舞的 那个就要先做 先做呢 其实也是做了一个大概 那林强他们很快啊 他们只要有这个 各种乐器的声音 你知道 他们就可以用media 可以把它做好 是啊 做好以后就试 他们跳得不错 因为要同步啊 包括那个田径安机鼓啊 在同步 OK了以后 正式的时候 再把这个音乐 再调得完整一点 你这样不会 那个节奏不会掉 基本上是这样 是 从音乐 我们要回到 场面调度的一些问题 这里头有 非常多的活动 它不是一个单向的 一个人跟一个人 两个人对话而已 它还有 有纵轴的 这种 也就是说 它有非常复杂的 场面调度 虽然表面上 看起来很简单 我注意到 有一场决斗的戏 周韵和舒奇 两个人决斗 两下就结束了 可是两个人 向相反的方向走 却在镜头里面 让我们看到 向同一个方向走 那是一个 我觉得是 这部电影里面 极有神采的 一个设计 也就是让两个人 不断的能够走到 更远的距离 那个镜头 能够 也就是长拍镜头 能够给它更多的空间 谈谈这一类的设计 好不好 就是你怎么去掌握 那个场面 那个是在画树林 白画林 对 他们打到最后的时候 然后最后 那个林子的小路呢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顺着路走了 一走 不是说两个 通常两个打完就 相背的距离离开 对不对 那个很怂啊 对 那这个路正好是这样子的 是一个V字形的 V字形的 结果他走他的 他走他的 我感觉蛮有趣的 对 而且看起来两个人 像是有一个殊途同归 可是又各自走各自的 就是利用地形的 我感觉有趣就用了 对 不只是这一个镜头 还有一些 包括 甚至有些错掉 就是应该是说 破了180度线的 这种传统的一些 比如说在一开始 骑马的镜头 你就看到两个方向的骑马 对你而言 这些不够成困扰 我告诉你 它的原因就是什么呢 其实通常方向你要注意的 是的 但现在电影已经没有人那么管了 是啊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现实 所谓现实就是路 你以为那么多路好骑吗 没有 其实没有的 对 也就是说 你可能跑两步 马撒开来跑两步就完了 对 你这样说统一方向的话 有它的难处 是 你要翻过来 这边其实是起来的 嗯 你知道 起来的 那位置你不能退了 那条路其实就在 等于是有一个 也不是说山壁 而是一直往上的 嗯 树丛是往上的 斜坡等于是 嗯 这边是平的 那你这边拍 你说它要往那边是不可能的 嗯 你知道 你就往这边拍 那有时候它呢 因为条件的关系 我后来根本不管 有几个镜头 甚至还感觉 你刚刚讲的神柱 包括许芳怡跟舒淇 在山壁上 嗯 非常浅的一个镜头 嗯 掉四十五秒往下拍 嗯 讲到一半 山蓝来了 对 那个雾气 不会是做的 那我们来谈一谈 这个这个这个场景 这个场景因为在 湖北的神龙架嘛 啊 神龙架其实你知道吗 它那个 你你这样 走台阶 没有多好 我感觉 嗯 就有个高度了 但是也不是太高 它下面就是个 广大的停车场 哦 车就可以到那边了 你懂我意思吗 只是我们去的时间呢 就比较早一点 游客很少 不然那边游客还蛮多的 然后就站好什么之类的 因为它的高度 两千七百多公尺 你知道 然后你假如说那天 前几天有下雨 或者有水气 我们在那边拍的时候 它其实云是一阵一阵的 好 它是云 好 慢慢慢慢一阵一阵上来 然后 哇 又过 这样 它像就是水气了 这样 那个是 你可以拍 很多镜头的 嗯 所以我们拍了好几个方向 是 就是它走上来的方向 从那边拍也拍过 这边拍也拍过 你知道每次拍拍拍 它就是 雾就起来 水气 云呢 其实是 是 在片子里面 我们还注意到 呃 有一些 动作 嗯 这些动作看起来 我相信已经解释过很多次 这也就是说 不跟一般的武侠片 有很大的不同 呃 你你刚刚提到了 要还是要回到地心引力 但是我想更清楚的描述一下 怎么去设计这些动作 特别对你来说 它必须有一些写实的基础 对啊 其实这个就是因为有五指嘛 嗯 嗯 那五指呢 你今天假如找一个很大牌的话 哦 他就想 他假如表现了 想法就很强烈 嗯 那就是会冲突 啊 冲突就是我翻脸了之类的 然后就 拜拜 这样 但是就是 我找的那个五指 他没空 他底下有一群班底 嗯 隔了他一段时间了 你知道吗 一群 他们最大的能量 能力是什么 就是 Y啊 装那个 哦 装钢师 装钢师 装钢师这方面 他们非常厉害 是 打的基础是有的 嗯 我就要他们拆解了 怎么说 拆解 你不要一长段一直打 我是喜欢一直一直打的 对 但是我说不需要 你就是一段一段 然后这一段叫演员就精准的练了 练了就来拍 然后再下一段这样 嗯 你懂我意思吗 也就是跟你原来常拍镜头的这个习惯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因为打了不可能的 那两个姑娘怎么可能 从来也没练过 我告诉你 他们身上打完每次都是 这里渔青那里渔青的 那个 那个 那个刀 他们打了 匕首跟那把像开山刀那样的 嗯 基本上材质是硬的 是 只是不是真的 倒真的到他们早就批完 差不多了 对不起拍完就倒地了 但是也受了不着苦 受了不着苦 稍后便客 回后访问导演侯孝贤 谈的是两天以后 全台上映的刺客 联影娘 台北FM98.1 News 98 98新闻台 8月26号星期三 电影哄啪单元导演侯孝贤 为我们来介绍他的新片 刺客联影娘 礼拜五全台上映 我先问一个算是题外话 不然我怕我忘了 在内娘前些日子在国兵戏院放过一场 这个试片之后你说你以后不会八年再拍一部了 你一两年就会拍一部 这个所有人都听到了 我想再听你印证一遍 是啊 讲都这样讲 也给自己鼓励 然后也相信 其实你要真拍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有时候就是因为拍武侠是准备的时间要长 是 那这个片子假如卖座不错的话 唐的小说里面 唐宁小说里面太多了 你拍都拍不完 而且有这个唐的背景之后 你可以再加强唐的背景 是 也就是说在原先的基础上 那个基础是不会流失的 特别我还想要问演员 因为他要融入到一个七八百年以前的一个状态 那个状态包括了走路 举手 投足 甚至讲话 看起来这些状态都在电影里面表现得相当玩足 演员的表现你满意吗 尤其是谈谈舒淇跟张震 舒淇他因为他 你知道我们是同步收音吧 是 我又不想来配音对吧 所以基本上就是话尽量少 他可乐了 几乎没什么 不需要背什么词 几乎没什么话 没几句很少的 就跟他师父报告啊什么之类的 那张震呢就需要下苦工 是 张震的话比较多 张震话很多呢 但是也没什么关系 就一次一次的 是 因为拍片都是这样子 像张震的他的戏基本上就是 我会拍的比较多的原因 因为他就是讲话的机会 或者是这种戏比较散的 是 不像那个舒淇他就是一个刺客嘛 刺客哪那么多话 对吧 所以跟他师父报告而已 都大部分在 在隐在暗处 是 所以张震会比较累 他讲了 所以他跟那个谢信颖演的这一部分呢 话就比较多 是 比较多就是拍了很多次 我的意思就是 我希望演员就是 我不希望他们练 现场拍的时候练 是 现场拍的时候 因为他会非常集中意志 你知道 刚刚你讲的专注 对 他的专注才有可能达到某种效果 是 所以其实而且 还有一个就是 当你现场一直拍的时候 他对这个记忆其实会 比较强烈 在表演上 你不是把声音到时候练得很熟 就会被声音牵引着走 有时候会这样 我叫他们就是你要不要管 就是这样子 因为师父还可以补 你的意思就是说 现场的对白 虽然很重要 但是他不要牵动了他的其他的表演 对对对 好 还有一些并不是真正的职业演员 可是在片子里面 这惊鸿一撇也有非常令人震撼的表现 毕安生你怎么训练他 他是一个法国人 毕安生是法国人 但是因为我跟他合作前面最早拍广告片的时候 他演的就是一个专家 讲法文 要锯车子的 把那车划了一圈 然后有个人咔咔锯这样 深度就在表面 对对对 然后后来我拍另外一个广告 在欧洲拍 欧洲的广告 茶叶在云南拍的 他演茶神 你知道 然后过来还有什么片子 那你看上他的是什么 他的个跟他的样子 你知道 而且还有一个 这部戏里面为什么找他呢 你知道他的那个 狮子 对 他的手很厉害 很巧 手着色或者是什么 他的创作是一般不一样的 所以他那个狮子的能力 狮一个子人 然后他那个样子 又好 给他装 打扮了一下 样子真好 是 在片子里面 不论是主要的角色 次要的角色 都看起来 跟他们在其他的电影里面 我还讲的不是舒淇 比如我看他阮金天 也在他跟其他的片子里面 是很不一样的 一种气质 或者是有一种 我还觉得特别是一种 从容的风度 这个在次要演员来说 不见得 不见得是 这不好训练的 你觉得他是怎么样 达成了这些效果 通常我都拍长镜头多 比如他从那边要走过来 他要真的走 不可能从那里等在后面 这样 一camera他就冒出来 不可能的 因为我要前面的声音 什么都要 所以就是因为这种长镜头 让他们有时间在走 在这种专注力上 他们可以掌握 是 所以就比较容易 另外在片子里面 还有几个大 特别我要讲的是 那个念影娘的母亲 有大段的 大段的对话 对 这个恐怕看起来 好像也是这部片子里面 很吸引人的地方 包括大陆里有好几个演员 都有大段的辩论 或者是讨论 那么你对于这一类的 也就是在表现语言的能力上 看起来好像台湾的演员 是要逊色很多 对啊 所以才找大陆演员 这是一个 第二个 他们的这种腔调 跟他们的样子 跟台湾不一样 所以永梅 我是 那是刘洁推荐的 是 我没看过他的片 但是 他一来讲话 稳定的不得了 而且那个腔 你听到的腔 最少在台湾上映 我们看了 不会感觉个影 是吧 就有那个味道 我想要 你说一个故事 你跟周运 在选角的时候 有一个错位 本来好像 他有一个想法 你也有一个想法 说说这个 因为那个阿诚 约我去江文家 江文就是周运的老公 江文家吃饭 那江文我也熟 就一起去了 一起去吃饭 然后呢 他们就是当场做的 可能有厨子 当场做的 然后我就看 那个周运跟 其实隔没多远 周运跟江文在那里 两个人 看看 然后一直在讲 侠客好像 他们两个说 对 说侠客好像 然后一直看着我这样 我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完全不懂 我是一直看着他 哇 周运 更又高 你知道 那种祖母的那种神情 有没有 你可以看出来 因为 这种都是 常年累积的经验 一看就知道 大家女子 大家女子 而且 绝对江文照不住他 也不是 就是基本上可以抗 两方面是对等 等于是 所以我就 就决定找他 然后一演这个金金儿 金金儿也就是田园市 田基安的原配 等于是 那就是 完全 而且你看拍戏也没事 完全那一场 就像有没有 他发现 发现背后都是他在弄 其实 也知道了 是吧 就是所有的心计 对 跟威严 还有一些 树木庄严的态度 也都表现了 可是你还没讲到重点 他看上你的是什么 好像他看上你了 对不对 没有他 他看上我 就是他们那样 叫侠客 侠客是 江文考虑想拍 张爱家叔叔的 张北海 张北海的那本 叫侠影 你知道 我后来才知道了 因为我不知道他们 谈侠客 所以周韵跟江文 本来想要请你去演侠影 对 他们就是 他们就是可能 江文想拍这个吧 一直也没碰到人 也没想到什么演员 因为还没开始嘛 是 有想嘛 看到两个人就同步了 你懂我 就想 大家换一个 对 好的 非常感谢 何孝贤导演 来到我们的现场 电影 哄啪 为您介绍的是 两天以后 就要在全台各地上演的 刺客念影鸟 一共有84个厅 所以您不会错过的 一定要去看